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 西安啊,你要醒来,醒来,披上你的力量 圣城耶路撒冷啊,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 因为未受割礼的和不洁净的人都再不得进到你那里去 耶路撒冷啊,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吧 西安贝鲁的居民啊,解开你景象上的锁链 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被卖是毫无代价的 你们被赎回也必不用银子 主耶和华这样说,我的子民先前曾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 后来有亚述人无缘无故地欺压了他们 现在,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耶和华说,我的子民毫无代价被取去,统治他们的人大肆咆哮 耶和华说,我的名终日不住被藐视 所以我的子民必认识我的名 因此,到了那日,他们就必知道 说这话的就是我 看哪,是我 那传福音,宣布平安 传美好的福音,宣布救恩 又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的 他的脚踪在山上多么的美 听啊,你守望着的声音 他们都扬起声来,一同欢呼 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 耶路撒冷的废墟啊 你们要发声,一同欢呼 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子民 救赎了耶路撒冷 耶和华在万国的眼前显露他的圣壁 地级的人必看见我们神的拯救 你们要离开,要离开,要从那里出来 不要触摸不洁净的东西 扛抬耶和华器皿的啊 你们要从巴比伦城中出来,要自洁 你们出来不必着急 你们行走也不必奔逃 因为耶和华要走在你们前面 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 看啊,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 他必受尊崇,被高举成为至高 许多人怎样因你而惊奇 因为他的容貌毁损得不像人 他的形状毁损得不像世人 照样,他也必是多国的人惊议 君王要因他闭口不言 因为从未向他们述说过的事 他们必看见 他们从未听过的,他们要明白